前首相达都市纳吉起诉大马银行三方 出乎管理他的账户 导致资料外泄给潜逃副张刘特佐的案件 被高庭裁定败诉之后 虽然再次的上诉 不过上诉庭今天捍卫高庭的判决 驳回了纳吉的诉讼 更要求纳吉支付堂费 此外纳吉和财政部前秘书状 丹斯里莫哈默·伊尔万 一同被控的六宗66亿令吉失信罪 也将在3月1号提堂进行案件管理 经过一年多的临审之后 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 与大马银行之间的管理账户输户上诉案 今天终于迎来结果 承审本案的不成上诉庭三司 纳都雅谷 纳都哈达利亚和纳都阿莫再迪 在线上审讯中 一致决定驳回纳吉的上诉申请 纳吉的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仪 在文判后表明将会再次提出上诉 三司之首的雅谷在判词中表示 他们是在考量上诉和答辩双方的陈词 以及高庭的判决之后 认为高庭早前撤销纳吉起诉的裁决 没有不妥 因此纳吉的诉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上诉庭将维持高庭的原判 此外 上诉庭也预令纳吉必须缴付4万令吉 唐费给两位答辩方 也就是大马银行一银和大马银行集团 至于另一位答辩人 大马银行前公关经理Joanna Yu的 3万5千令吉唐费 同样由起诉方缴付 纳吉在这一宗诉讼案中 原本向高庭起诉大马银行三方 因为疏护管理他的账户 造成资料外泄给再逃商人刘特佐 不过高庭随后在两年前 批准答辩三方的撤控申请 不满判决的纳吉将案件再次带到上诉庭 另一方面 纳吉和财政部前秘书长丹斯里莫哈莫伊尔万 被控总额高达66亿令吉的六宗失信案件 吉隆坡高庭今天宣布 将会在3月1号进行案件管理 本案主控官沙菲克副检察司授询时指出 法官纳杜莫·莫加米尔责定有关日期 是为了审阅各方对失信案 还有易马公司案所提交的相关文件 他也说明控方目前还在盘问第12名证人 也就是易马公司前首席财务员阿兹米的阶段 而失信案的证人和证词都与易马案相同 因此需要管理案件 纳吉和伊尔万是在2018年被控 对政府与国际石油投资公司的交易失信 两人的行为已经抵触 刑事法典第409的失信罪条文 一旦罪程可背叛监禁最高20年 以及鞭持和罚款 一旦罪程可背叛监禁最高20年